好,我现在呢,想做一个半球 那一开始我们是在这种情况嘛 那我把立方理删掉 我在这边新增 Shift A新增一个球 我没有点到那里 所以球新增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要点一下 把3D的游标放在这里 然后按Shift A新增一个球 但是这样的球呢 你会发现说 OK,它是全球不是半球 好,那我现在切到正面 我让它稍微归零一下 那事实上归零 如果你觉得它没有很归零 你可以按N键 按N键这边会跑出一个视窗 那这个视窗呢 它这边有你的位置 SYZ的坐标 你可以把它选0,0,0 这样就会真的完全归零 好,OK 那这个我们现在目的是要做半球 所以我们要先进编辑模式 目前还在物件模式 进编辑模式 然后呢,现在是全选 我不要全选 我要选一半 那我要选一半 它怎么选呢 我可以按B 按B的时候 我用滑鼠按住移动 它可以做框选 框选之后你就会发现 OK,这样我选了一半 那我这一排故意不要选 我想说我把这个删掉 这样就变半球了嘛 如果这一排也删掉 那好像就不到一半 所以我们试试看 好,那我按X或按Delete X或Delete 就会 它问你要删什么呢 你要删顶点 还是要删边 还是要删面 那以我这个例子 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删顶点 因为我这个顶点删掉 那个最中间的下面那边 就会不见 所以我删顶点 这里有个问题 你会发现我删完之后呢 其实它有半球了 但是问题是 它后面那一半还在 可以感觉得出来嘛 就是其实我的后面一半还在 为什么 我删了半球没错 但是我的后面一半还在 所以呢 我现在回去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再看一下 我现在先全取消 这里有一个 Limit Selection to Visible 它是说 限制你的选取呢 是只有看得见的才选 看不见的不选 但是我现在写蓝要选的是 连后面都要选 所以我不能够设这个 我要把它点掉 那我再按B一次 我再选这个 好 我再一样按S 删除掉停电 OK 这下就真的变半球了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OK 确实是个半球 没错 OK 那这样子 按F12 OK 它是个半球 那你会觉得 这个半球如果你就是想要隔壮的 那这样子好像不错 因为很多建筑物或许有这种屋顶 那如果你希望它光滑一点 那也OK 我们把那个 这边 现在在Render Resort 我回来 那在T的这个工具底下 它这边有一个Smooth平滑化 那这样子就会变成光滑的半球 而不是那个有格状的半球 好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个半球的建立